近日周星哲被周刊捕捉到 疑似被哥哥周宇天 口去幫忙善哄朋友團 兩人還在街頭吵架的畫面 讓人不禁好奇 究竟哥哥做了什麼 讓周星哲生氣了 OK 其實不是吵架 簡單來講就是那天 我剛從馬來西亞也下飛機 就聽到他們說 然後就過去 然後發現他們有開車出來 然後他們沒有預料到自己 可能會喝酒 然後我去幫他們交代價 然後送每個人回家 然後大概就是 當時真的以為 就是That's about it的周星哲 後來才知道 原來哥哥在進家門前 突然衝去路旁小便 樓鳥畫面全被錄下 後面的今天這新聞 我自己看到我也非常傻眼 然後在這邊也替我們 跟大家的道理 那時候有跟哥哥聯絡嗎 有 但他現在還沒有回應 跟哥哥常常當街的那種 就是手編成的那種 沒有 看到 看得出來周星哲相當關心哥哥 身為暖男的他 平時工作真的很忙碌 近日也替同門獅子 而妹魏如萱站台 一開始的時候都是聽到 周星哲來唱歌的聲音 後來因為有訪問 我覺得周星哲講話聲音 就是你在講誰在講話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看一看說得不好聽 做點是他沒有誇獎 我唱歌好聽 好久 你什麼意思 他唱歌也是很好聽 恭喜你雜天 我的師妹 然後誰加那個話也就是 幫助你加一加你的房子 好的 你知道那個寫歌怎麼寫的嗎 我是一點餵奶 然後我想我等一下下一句歌詞 那個是要寫什麼 第一波的主打歌 其實是專輯裡面最重的一首歌 就是叫做恐慌症 就是希望當了媽媽之後不是 媽媽不是只有一個樣子 媽媽還是可以很酷 還是可以很做自己 對於當媽媽已經 越來越上手的娃娃 卻自爆跟老公感情生變 也不是最近一直吵架 就是等一下我回家怎麼辦 就是會吵一些小事 還是需要一些出口吧 因為對小孩都 蛤 媽媽聽一次片 把那個不能能量丟給先生 對 所以就是會吵架 成功跨讀電視 以及新媒體版圖的 完全娛樂節目 不僅娛樂專業受好評 更不停刷新新紀錄 恭喜恭喜恭喜 YouTube頻道 找到新的目標 五月天把你們做為一個 片頭Jingle 開播二十四年 完全娛樂成為 各界最信任的娛樂品牌 娛樂圈焦點 華人娛樂 第一指標 依舊最愛 完全娛樂 無論是打開電視 或是連上網路 就是要你無時無刻 完全娛樂 好可怕